谁都不会想到 看了很多灾难片 没想到自己变成了主角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经常出差 所以坐飞机的 坐飞机就是在起飞的时候 它会晃动 我觉得那是正常的 但是它晃动有点不正常 在不停地晃动 不停地晃动 然后已经有人在喊 我都觉得 难道这阵子是灾难片吗 我就没有想太多 但是没想太多 那就几秒钟的时间 你确实来不及想太多 老公正好在安全出口 他就在死心砸那个门 然后把我给拖出来 我就系着这个 然后他说你得配合我 你要冷静 然后我说好没问题 在我的意识中 反正我知道 因为我不是在十四排 在我们前头还有一排 十三十四 十三十二 上面的那个啥已经裂了 那个飞机的那个头 就是盖子已经裂了 然后我们就往前跑 跑到下头 正好是那个机翼 那个上面又很滑 一会儿一会儿摔下来 我们又一会儿往上爬 然后老公把我拽上去 因为我们已经是在那种 shock I was in shock 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就往前跑 跑跑跑 就到楼上买了个咖啡 我们自己开车回去了 然后在路上 我们俩一句话都没说 就说幸福我们还活着 幸福我们活着 就这样就回到了 然后我手机已经关机了 我开机以后 至少有三四十个位阶来电 所以我觉得我首先 非常感谢总领馆 至少我觉得我 虽然我在这已经十几年了 我有一个国家在关心我 在寻找我 在知道中国公民 确实有一个人出事故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 虽然我是哈塞克族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根 还是在那边 然后感谢你们 我很平安 一点大爱都没 因为我们毕竟是第一个 跑出现场的人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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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